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代传奇系S8它是一种舒适豪华范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般用户都是SUV它有什么区别呢 确实选择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今天咱们来跳出固有的思维给大家做个推荐 但是在此之前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们老说硬派越野车 怎么就算硬派了呢 其实最明显的区分方式就是看有没有大梁 坦克300非承载式车身 那它的车身呢是安装在以这根大梁为基础的底盘上的 然后呢才是我们说的 它有没有锁啊 有几把锁呀 这锁是电子式的还是机械式的呀 大梁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受力的 可以说这种带大梁的车啊 它所有的底盘以及它的车身都是围绕着这个大梁来打造的 那这种底盘的车型啊 它非常适合极限的越野 而且呢 它适合改装 适合玩 但是你会发现近年来呢 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硬派越野车 它在推出新款的时候 它把大梁给去掉了 比如说像路虎卫视 比如说像路虎发现5 还有呢 像一些经典的越野车 比如说像三菱的帕杰罗山猫 它一直就没有大梁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大一方面 它们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一个公路操控性 另外啊 这种带大梁的底盘 它的缺点非常的明显 那所有的设计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大梁来打造 其他的都是以单元件去加上去 所以它的重量就会很重 一重呢 油耗就下不来 所以呢 加速也会变慢 那如果你想获得更好的加速 就要增大排量 油耗油又上去了 另外呢 它的重心也相对会高一些 操控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 坦克300 它没有第二代传奇GS8大 但是呢 它整备质量达到了2110公斤 那第二代传奇GS8呢 它的整备质量是1920公斤 另外啊 这种底盘呢 或者说这个大梁 其实限制了它整车的一个设计 所以啊 如果你想获得像更好的车身的布局 然后更低的重心 更低的油耗 还有更好的一个操控体验 那承载式车身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第二代传奇GS8就是这种底盘 在汽车安全性发展阶段呢 它是更符合安全标准的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在设计之初啊 它就可以做好灵活的布局 进行车身的优化 那它可以提高安全性的同时 再给你做好这个车身的清凉化 就比如它的巨星底盘 其实是一个整体 它包括了制动部件 四驱系统 以整车操控的调教 它也更适合城市使用 不过缺点它也有 就比如它的底盘的刚性 不如这种非承载式 打凉的车身结构 但是啊 这些是需要你去做极限越野 或者长时间走非铺装路面 才能体现出来 我们很多人啊 都有一颗诗和远方的心 在城市中生活久了 总想开车出去走走 不过呢 诗和远方也是需要一定代价的 比如说时间 比如说呢 拆旅的花费 还有就是你真的是需要去到那些 很极限的地方 还是说去到一些景点就可以了 要知道这两款车 在设计初中 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第二代传奇GS8呢 它更多考虑的是 城市中的使用场景 但是呢 凭借它SUV的车身特性 比如说比较高的离地间隙 还有它这套伯格华纳的 智能业力四驱系统 那面对一些坑洼路啊 湿滑路面啊 雨雪天气啊 它基本上都可以应付 也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会遇到的这些路况 但是呢 像坦克300 它是可以去到一些 更有难度的越野场地的 除了四驱 还有它可以选装的三把锁之外呢 你还得考虑像接近角 驴去角这些 所以很负责任的说啊 坦克300的越野能力 是一定比第二代传奇直S8要强的 不过呢 你真的会去 因为这个强的 很少用到的这些部分 花费更多的油耗 牺牲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 你觉得值得吗 首先啊 我必须承认 如果以一款 带大量的硬派越野车来看的话 坦克300的舒适性 已经做得非常棒 不过呢 还是会比第二代传奇直S8 这类的城市SUV差一劲 因为这车的定位就是这样 当然啊 非诚载式车身的SUV呢 也有舒服的 不过那都得花 大几十个W 甚至上百个W 才有那样舒适的体验 所以呢 像坦克300这样 二十万左右价位区间 已经给你做的 很强的越野性了 舒适性又小得很好了 您就别再要求了 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啊 路上的舒适性会被放大 这其中呢 包括了整车的静密性 空间以及座椅的舒适性 第二代传奇直S8呢 它的整车的NV式 做得非常出色 另外呢 它后排有一个叫做 女皇躺椅的配置 那除了呢 我可以通过前方的老板件 来调节副驾驶的座椅 获得一个非常充裕的空间 那它的座椅呢 还有八档 以及131度的一个躺睡坐姿 就是在第二排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你的家人 获得一个更加舒服的 一个休息的使用体验 那我觉得啊 如果你在城市里 你愿意接受更高的油耗 牺牲掉一定的操控性 以及呢 比较颠的这种驾驶体验 就是为了要适合远方的感觉 或者说 你家里本身就有不止一辆车 那你不用考虑太多的 其他乘客的这种舒适性 那你买坦克300 其实是没问题的 这样呢 你在城市里 也可以有这种适合远方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更多的是 考虑家人的乘坐呀 比如说家里有老人 或者小孩 你考虑经济性 考虑更多的舒适性 以及整车的操控体验的话 那显然 第二代传奇GS8 会更加的适合你 首先啊 基于这位网友 他的用车环境非常的明确 就是上下班待步 家人出行 他都没有怎么出去自驾游过 所以呢 他考虑用车的需求呢 就是空间 实用性 便捷性 还有安全性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 两车首先都是2.0T加8AT的一个动力组合 但是调教上是肯定有不同的 从数据上来看啊 第二代传奇GS8 它的峰值数据会更好看一些 因为他主要考虑的是 这种程式的使用嘛 所以呢 它的扭矩平台 介入的会更早一些 也更省油 坦克300呢 他考虑的更多是越野时候的动力输出 所以它的调教风格是有明显的差异化 另外如果你真的非常在乎油耗的话呢 第二代传奇GS8 它还有一个混动版本可以选择 用的还是丰田的混动技术 可靠性 也可以得到保障 还有我们再看啊 第二代传奇GS8 它还有一个AVDC的影子车手 用户可以很个性化的来设置你的动力响应 此外呢 它把很多的这种车身稳定系统做了一个整合 所以呢 用户基本上就可以以一个傻瓜的模式 获得更好的驾控体验 其实城市用车啊 科技配置也非常重要 就坦克300而言啊 它已经是这个级别里最智能的硬派越野车了 那像语音交互啊 主动安全啊 驾驶辅助啊 甚至它还可以进行OTA升级 这可是我过去在硬派越野车上从来没有见过的 不过呢 你反过了一笔啊 第二代传奇GS8它的智能坐舱在科技配置方面确实更生一筹 首先啊 前方的ARHUD这个是坦克300上没有的 但这功能在城市开车的时候非常方便 比如说你开着导航 那在一些路口的时候呢 它会进行导航的指引 这样就避免你走错路口的情况发生了 然后另外呢 RDGO 4.0的智能物联 我也是觉得非常方便的啊 因为现在呢 很多的朋友都把车作为第三生活空间了 待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长 在车里干的事也越来越多 那它其中的这个驾驶辅助的OMS的功能呢 就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在车上的生活场景 比如说啊 它这有一个摄像头 它会监控你的驾驶员 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走神了 它就会对你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走神的提醒 如果你在车里抽烟 当然我们不提倡抽烟啊 它会主动的给你完成一个车内的通风欢气 如果你眼睛去看中央的屏幕 它会主动的提高屏幕的亮度 让你观看更清晰 如果你去在车里停车的时候打电话 它会把这个车内的音乐音量降低 然后它还会监控你的情绪 如果你这个情绪比较低弱的时候 它甚至会播放一些调节情绪的音乐 我觉得这个是挺贴心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手势切割的功能 可以通过左右滑动手掌 来切换上一首下一首的音乐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 此外呢 对于这么大一个车啊 Abigo 4.0的驾驶辅助功能 我也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其中最实用的就是自动泊车了 因为这么大尺寸的一个SUV 它真的可以解决我们这种 大尺寸车型停车难的问题 此外呢 就是上下车的便捷程度了 你看Tank 300 它车身很高 我觉得我去开Tank 300 可能上下车会觉得很帅 因为踩着脚踏板 腾一下上去 但是呢 家里有些老人 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乘客 上下车就不那么友好了 相比之下 传奇GS8 它这种开门啊 包括上下车会更加方便一些 还有呢 就是底盘的绿震表现了 Tank 300 它是一个硬派的带大梁的车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Tank 300的整体的底盘调教 在这个级别里 其实已经是算非常不错了 城市开着也挺舒服的 其实 但是这种车会有一个通病 就是过减速带的时候 它会很颠 另外过大坑的时候呢 明显它会感觉有一些跳 有一些颠簸的程度 会明显大于这种城市型的SUV 那反观这个传奇GS8呢 它的这种承载式车身 它的底盘调教 明显会更加有韧性一些 说到使用成本啊 前面提到的油耗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保养和维修的成本了 我们也查了一下论坦 坦克300呢 大概小保养的费用是506元左右 而第二代传奇GS8呢 现在还查不到 但是呢 参考第一代传奇GS8 它的小保养费用大概是396元 也不算高 那除了保养呢 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城市型的SUV啊 很多用户在买过来之后呢 不会对它进行改装 因为一方面呢 这类车型出厂的时候比较均衡 另一方面呢 这类用户在用车的过程中 基本上就是城市待步 而坦克300这样的越野车型呢 就不一样了 你看到很多的车友 有各种的改装案例 你也会有改装的冲动 俗话说 一入改装深似海 说的就是这种行为 那它你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大玩具 所以呢 你真的需要投入时间 和投入一些改装的成本 花心思 才能获得更好玩的一个体验 这两款车啊 都是自主品牌中的佼佼者 说他们是国货之光 一点都不过分 坦克300呢 让很多男人 花20万左右的预算 就能获得过去 只有花四五十万 买纯进口的硬派越车 才能享受到的乐趣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 玩这种车的人啊 你只想买一个SUV过日子 就像我们这位网友 那显然呢 第二代传奇GS8更适合你 因为无论是从空间 舒适性 还有科技配置 它能够给你带来 更加符合你需求的 一个出色体验